Hello,大家好,我小鱼 我的新家终于收拾完毕了 收拾了两天,太不容易了 我给你们看看 看没有,这个是入户门啊 然后这个是收拾的垃圾啥的 然后那个袋子到时候还得放回那个七楼 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要往下拿,再往下拿 然后这个是柜子 你们看,里面已经放上我的鞋了 这是鞋棍 从老家拿回来 把老家那个柜子搬过来刷了个旗 然后这边网呢也已经安上了 然后是这个柜子里面 基本上都是空的,没啥玩意儿 就是这个里面装点东西 然后这些里面你们看 都是空的,没有东西啊 柜子里面都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也是沙发啊 原来七楼的沙发 我又买了个帘盖上了 然后这边是电视柜和电视 这都是紫阳老家的啊 这柜子是去年买的就和沙发就不是 是我回老家之后 住七楼买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从从那边搬下来 没有重新买啊 看着没有 嘿嘿 我的相片 啊,这个是客厅 然后这个是厨房 看到没有啊 也基本上 该有的东西都有了 看着柜子上面啊 放的这个 一些烂七八糟的杂七杂八东西 这些柜子是满的 然后这上面柜子都是空的 然后这个下面放了放的这个 我的那些电饭包啊什么的 然后这个下面放了一个电锅啊 这整个 然后我把桌子 吃饭的桌子放在阳台上了 因为我觉得要不阳台空着 然后一开始本来想把桌子放在这个位置 但是放在这个位置 我就觉得厨房有点窄了 我就把它放在阳台上了 我觉得也挺好的 然后这个是冰箱 也是 思想老家房冰箱 我扛来了啊 然后冰箱里面也没有啥东西啊 放了点女孩子嘛 岁数大了得补点胶原蛋白沙 买了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气泡水和这个水电喂好 俄罗斯的水 所以说这个我们叫嘎斯水啊 就是苏打水就是啊 这个是这样的 看到没 然后就到了我的卧室啊 主卧 这是看到没有啊 这个都是原来七楼的窗梁沙拿下来的 然后这个是我老爸给我做的爱心的床啊 看到没有 然后床头就是买的一个普通的床头 就直接这么贴在贴在墙上的 看到没有啊 一百来块钱 便宜啰嗦的啊 这个也是都是从七楼搬下来 我的梳妆台 然后再就是我伟大的地址 看到没有 我的衣柜 你们看 这个就是我的衣柜了啊 我就是 弄了一个这样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金属衣柜啊 看到没有 省钱环保啊 如果这这枕面墙 如果要打柜子的话 至少要花五千块钱 但是我这么这样的 这个柜子 才花了五百块钱 啊 省很多钱 而且环保 没有味道啊 一点味道没有 这个是整个呢 我的主 看到没有 这是我的柜房 啊 然后剩下的就是这个 这个是卫生间 看到没 这面也去装饰了一下 这个基本上就整成房子什么样 这个就什么样了 然后就是再把我的这个洗衣机扛过来了 洗衣机 看到没有 刚收拾完脱鞋啥的 都给刷了 垃圾桶 还是随着老家垃圾桶 一直用到先 用到这时候啊 然后再就是这个次卧 次卧里面啥没有 看到没有 这些柜子啊 都是七楼的 那时候买的简易柜子 直接就搬下来 放在这装东西用了啊 然后这个屋子也没设计床 我就把它当做一个工作间来用了 你看 然后这个架子上面 全都是我的东西 然后电脑在这 因为发货打单子 什么需要用电脑吗 这个全都翻过来了 看着没有啊 这个上面 整个这是次卧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我的新家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啊 然后呢 我还没有正式入住 是准备明天正式入住啊 然后我爸和我妈告诉我了 搬家 还有我奶奶 告诉我了 搬家要弄点东西 然后我爸今天在 饲养老家给我蒸了锅馒头 我爸说蒸蒸日上 明天要一起都拿来 我明天要回饲养老家 把我爸接过来 然后还要准备一些东西 就是搬新房要用东西 我妈要告诉我要去买什么 什么说买几样菜 什么白菜 芹菜 韭菜 是吧 还得买鱼 买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水果 什么苹果啊 橘子 柿子呀 就象征象 就是比较好的一些 寓意这些东西 然后还得再去买点锅啊 瓢盘啥的 然后就是我妈主付我买些东西 现在我要出门去买 买回来先放到这个房里 明天呢 早上起来我就把我 就剩一点洗漱用品啥的 然后 还有特意还留了一个锅 没拿过来 然后准备明天把锅里买条鱼 是我奶奶告诉我的 买条鱼 然后端进房 端进这个现在房子 我明天就可以入住了 现在呢 就是去买东西 买完东西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都买了些什么东西 为搬新家做准备啊 累死我了 我买完回来了 买了两大包子啊 给你们看看买都有啥 还有先前买好的 准备了些什么东西都 哎呀 这是先前买的 红字 搬新家嘛 然后还有红包 要把里面塞上前 放到那个枕头底下啊 然后对联啊 这是对联 然后这个是我妈让我买的 我妈说要买芹菜啊 大白菜啊 还有那个啥 碗盘子啊 盘子碗 看着没有 盘子碗 然后还有韭菜 这都是我妈让我买的 还有这个苹果 平平安安 然后我妈不知道为什么 她非让我买个大酱 我不知道大酱 意思是什么 她告诉我要买罐大酱 大酱 然后 柿子啊 适事如意 还有桃啊 这咱们都美人啊 干啥都不能少了桃 然后买的西葫芦啊 葫芦啊 这个葱姜 这碗是做菜用的啊 配上的 口袋里面啊 对 还有盆子啊 这天丁天瓦嘛 葡萄啊 都是绿 都是好绿 然后打了块肉 明天做菜用的 然后还有香蕉 我怎么觉得 我这个像结婚的时候 我摆桌用的一些东西 然后还有汤圆啊 说煮汤圆 看特意买的这种柿子的 适事如意的这种汤圆啊 然后啊 还有 哎呀 筷子啊 这个都是明天需要用的 剩下这些就是 我自己给自己买的吃的啊 买的吃的 这些 这些到时候就是自己吃的 然后这些就是明天要用的啊 明天我爸爸来 还有我奶奶他们都来 这样呢 看着买了一堆 你们说我迷信吧 其实我不迷信 但是吧 我就又想那个啥 就是毕竟是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家嘛 然后我就想给自己就是习以轻轻的 然后就是也寓意着就全是好的寓意 将来以后的生活呀 都是和和美美平平安安这样的 所以说我就买了这些东西 对我还辣一样 我一会儿应该还在应该再去定一苏鲜花嘛 就叫什么生气盎然 看到没有啊 就这些东西买了一大堆啊 花了二百来块 就是为明天搬家做准备 明天呢 就可以正式搬进来了 然后明天早上起来 进去接我爸 我爸还给我挣锅馒头 我都给你们说了 蒸蒸日上啊 我奶奶谁的都来 好 好 今天呢 所有东西都完事了啊 谢谢 已经全都完事